字幕志愿者 杨洁 如果最近在大扫除的时候 家中大扫除 有些比较老旧的 真的要赶快把它态换一下 比较安全 安全健康最重要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我们这位好朋友 就是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前阵分局副分局长黄元明 傅座你好 傅座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对 即将要过年了 对不对 其实我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每年我们在访问不同的主题 每年都会有很多 因为节气 因为节日的关系 都会有很多不同 要针对因为不同时间 要跟大家说不同 我们当然要一直不断的更新 那当然最近大家都会一直在筹备 可能是过年了 大家要过年了 要包含家里面要大扫除 或者是说要太旧换新一些东西 所以会特别忙碌 那另外呢 有一些公司行号 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宴客 会请大家 犒赏一下大家 这一年来的辛苦 所以有可能会有尾牙 等等的 那当然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 其实一再跟大家谈的 就是作为酒驾的部分 那我比较想要请附座 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在酒驾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数据 跟大家聊一下 还有一些案子 有一些比较 大家比较 可能听一些个案 会比较了解 那附座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刚刚杰哥有介绍到嘛 现在我们快接近过年了 所以你看 你也穿红色的 喜气的衣服 你领带也红的 喜气洋洋 红色就代表喜气啦 是啊 那说真的 那个前几天 凤山不是有发生一件 没错 应该算40的火灾嘛 这个应该都是算电线周火 所引起的部分 那还要注意就防火安全嘛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觉得说 当然今天我讲的主题是 交通安全 但是防火的安全 也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你像一些 我们一些比较老旧的建筑物 我们的插头 对 有的是一个插头再接一个 延长线 然后这个延长线再接其他的延长线 导致这个电线走火的部分层出不穷啦 而且现在的电器有没有有的那种高功率的 对 比如说电暖气 对 但很冷的 门到最热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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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电力使用上面非常高 会很惊人 对 大家特别注意 对啊 所以说你用电超过这个负荷的话 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 尤其家装如果住宅比较久一点 你电线还没有中心 对 有的那种老旧电线真的有安全上的疑虑 对 大家特别小心 那当然 酒驾的部分 对 也很重要 酒驾就是 其实从 每年的11月到 隔年的2月 然后这4个月里面 我们台湾的天气渐渐冷了嘛 对 那 最近就真的 冷得很夸张 所以那个姜母鸦店 生意超好 你们家具内那一间我都知道 我常常经过 那个看我的那个 生意每天都 超级多人 对对对 那个很难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姜母鸦 羊肉乳啦 这些有酒精的 生意超好 大家都觉得说去吃了 吃了一顿之后 身体都暖乎的 对 包含了我们在一般的宴会里面 也都会喝酒嘛 那喝了酒之后 当然我们就会想到酒驾的问题 对对 那酒驾的问题其实 我们在酒驾上面 我们家具 有一件 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 那个不是在这个月 那个4个月的月份里面 那但是在6月 OK 我们家具比较常会发生 这个 呃 酒驾的案子 通常都是怎么样 通常就是说 可能就是 白天 他在工地里面 哦 有喝酒 在工地里面 或者是 在朋友家里面 喝的酒 那或者是说 有宿醉酒驾的部分 就比如说晚上喝了 他回家来 隔天 隔天酒还没洗 隔天要上班 结果他身上还有一些残余脂 对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6月份 发生的这个案子 对 就是在我们的永丰路上 哦哦 他是一个物流业者啦 哦 那他驾着他的这个 可能是物流车 是 哦 物流的小货车 经过我们的永丰路的时候 永丰路是我们 呃 瑞隆派出所 哦 对 一个一条蛮繁荣的道路 是 那他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那边是有新人穿越道的 OK 我们一个老人家 嗯哼 他走得很慢 哦 他可能是有 之前有中风过 哦 走得很慢 他很守规矩地走在这个 新人穿越道上 对 哦 那我们这一台物流车 是 他就速度 哦 刚好也不是很快啦 嗯哼 但是他也没有减速的迹象 那物流车是属于 小货车型的那一种 小货车 小货车型的 然后他就是 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视线非常的好 嗯 他就也没有减速的 直接撞上我们 要刚好要 过马路的这个 发生的时候是白天吗 白天 大概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诶 那这样子应该算是 天气还算OK啊 视线也OK啊 太阳非常的大 对啊 所以他就没有减速的迹象 直接撞上去 他是没有看到老人 还是 对 我们就是很好奇啊 对啊 我们这件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有问了当事人 对 就是我们这个驾驶人 然后问了 啊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他 哦 对啊 他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啊 奇怪 他也没有剪东西 什么的都没有 都没有 他就是没有看到 可能当时 可能是不是 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 酒精的反应 导致他脑筋是空白的 啊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要回公司啊 或者是要去哪里 我们有时候这个路线如果很熟悉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一个反射的动作在开的 我都直接弯过去 还是直接就开过去 对 那再加上他有酒精的一些残余的话 可能这个部分会导致他说 我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OK 对 所以这个案子的话 其实我就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哦 不要说你前一天喝完了酒 有睡觉就没事了 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睡久一点 对 或者是要停留久一点的时候 你的酒精才有可能会代谢掉 尤其是你前一天晚上喝很多的时候 对对对哦 对啊还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 这个不是A1的啦 这个是A2的 OK 这个是在我们 所以刚刚老人家是 就走了 是A1 对 啊这个是A2的 这个是A2的 就是受伤的 我们在去年的10月的时候 我们复兴所的辖区在 大家都知道中山路是很大条的 对 主要干到 对 对那我们辖区 它有一条叫明泉路 哦是 明泉路 那我们都知道说明泉 那个中山路 中山路它很多要左转右转的 对 的路口的时候都会有 左转转用车道跟右转转用车道 甚至也有左右转的箭头 那我们这一位 这位驾驶人哦 他是61年次的 嗯哼 的男生 OK 那 也算年轻 对 他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大概10点多 跟朋友 就是同事啦 去聚餐 他喝了跟同事这样子喝了两瓶的威士忌 哈 他自己还是大家share 全部 然后大家一起share 全部 两瓶威士忌 两瓶威士忌 那晚上大概 凌晨啊 大概两点多的时候结束 OK 那结束的时候 其他人都坐計程车啊 对 他就坚持要开车回去 他开车回去的时候 他刚好是沿着这个中山路往北 然后到了这个民权路的时候 他要右转 那中山要右转 民权的时候都要右转 专用箭头亮起来的时候 你才能右转 对 那刚好他就是直接 还没有等到那个右转的箭头亮起的时候 他就去右转 那时候灯号是红灯还是绿灯 绿灯 只是他没有看专用箭头 他就直接右转了 对 因为绿灯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还不能 右转灯还没有亮起 OK 只能直行 只能直行 对 快车道的红灯亮起的时候 才会有右转灯 OK 所以机车道 机车道 因为他有中央分割岛嘛 机车道它还是绿灯 是 那所以说他右转的时候 刚好跟我们 机车道的直行车 发生碰撞 等于就是交织的时候 对 机车要直行 对 他要右转 转弯车撞到我们这个 直行的机车 还有我们这个女骑士 他好像20出头岁而已 很年轻 他也是受伤的有点严重 OK 那我们 在现场有询问这个 汽车驾驶人 对对对 他就跟我们说 我是等到那个红灯 红灯亮起的时候 右转灯 也亮的时候 我才右转 嗯哼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奇怪 怎么会这样 刚好跟直行车 直行机车 的说法有出入 出入 执行机车就说 没有啊 我是绿生执行耶 所以说他那边 应该也是绿灯啊 所以说 导致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就 幸好我们那个 有监视器吗 机车 机车 机车他有装行车记录器 机车 对 那还蛮厉害的哦 幸好他机车有 那汽车他就说 他的行车记录器坏掉了 哇 还是因为 到底有没有坏 我不晓得 对对对 那机车他有行车记录器 嗯 所以说他整个 还原这个现场之后 发现 才发现说 他是还没有 右转灯亮起的时候 汽车就右转 哦 那等于就是 汽车违规啦 后来我们把这个 这个事实跟 汽车驾驶人讲的时候 他才说哦 原来是这样子 他忘记了 对 那当时我以为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 是右转灯亮起了 我才右转怎么样的 嗯 所以这个案例 也是跟我们讲说 他平常都是会等到 右转灯才 亮起的时候 才会右转 结果那一天 那一天就是 可能也是喝了酒 嗯 视线真的 开始模糊的时候 右转 哦 贸然右转才导致 这个车祸发生 幸好我们这个 汽车骑士没有很 很严重很严重 对 我说他真的是 会很内疚 一定会很内疚 不过受伤了 也是不好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 你看他们同样聚会 大家 朋友之间观念都不错 对 都有 都有搭计乘车 啊 他们就是 要开车 所以 所以这边 我就要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现在 我们在取缔的 太阳里面 其实我们有分析到五种 嗯 我们一般 为什么 还是会有酒驾的人 对啊 会发生 他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侥幸的心态 对 而且会觉得 自己的车停在那边 隔天很麻烦 对对对 所以 它有五种类型 对对对 酒驾者的心理 第一个就是什么 他害怕麻烦 嗯 怕麻烦 我们都说 我们现在都会宣导说 喝酒前 不要开车去 对对 啊就是很多人 就是觉得说 哦 反正我今天 也不见得会喝啦 或者是我今天 坚持我一定不会喝 结果 把车子开去 结果后来还是没办法 还是 还是得喝 得喝 所以 第一种就是害怕麻烦 对 我的车子停在这个地方 嗯 啊我隔天要上班 对 怎么办 我还是勉强的把车子 没有交通工具 对啊 所以 那个酒驾者的心理 第一个就是说 他害怕麻烦 嗯 再来 第二个就是说 心存侥幸嘛 OK 可能没抓到我 他可能想说 我这一路上回去 我也不会遇到警察 对 警察也不见得会把我拦下来 是 对 所以说 第二种状况是最多的 心存侥幸 心存侥幸 好 那第三个就是 过度自信 哦 我感觉我没事情 对 我觉得我还很OK啊 可能我觉得说 我的酒量非常的好 是不是有人那个 其实酒册子已经超标 可是本人还蛮清醒的 有这种人 对吗 有这种人 对啊 也有这种人 对 但是 这种 这种情形 我喝了很多酒 但是我的技术 非常的好 对 但是不保证说 你一路上面的时候 你都是可以保持这么清醒 有的时候 你的那个注意能力 是因为 你的路程 对 越长 你会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所以说 这种东西是不一定的 越开越想要睡 越开越想要睡 所以这种很难讲 有的时候是因为 你刚好想睡觉之前 你已经到家了 对 就刚好没事 对啊 很多时候都这样啊 有人可能会觉得侥幸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说 你可能 还没到家之前 你可能就发生事故 对对对 或者是说被警察领检 对 所以说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过度自信 觉得自己的酒量非常好 对 或者是我的技术 开车技术非常好 这是第三种 那第四种就是 他小看后果 因为一般而言 我们现在 在酒驾被抓了之后 送法院 甚至在检察官那边 可能就是 罚还 罚金 罚金就处理掉了 也不会关 所以他认为说 我今天被抓了 可能我到了地检署之后 我就很早就可以回家了 就被放出来了 结果 有可能不是这样子 没有 现在几乎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 他会小看这个后果 可是有很多种状态 比如说 因为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 你撞击的严重程度 也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 至于那种后果 比如说撞到 跟人家发生撞击 对方如果 没事就没事 有事的话 那一种心里面的 那种自责的感觉 那个压力很大的 那自责那个压力 尤其如果又 面对A1 那种家属 你有时也觉得 大家有什么 要做这种事情 现在社会上的舆论 对于酒驾者 其实是很大 很大 很大 但是 只要你时间过了 很多人就会遗忘这个部分 对 可是有时候 就是 就像副作说的 可能就是说 就算被抓到 就是罚钱 对 对不对 基本上 除非你真的很多次了 不然 通常 我们看到的案例 要进到监狱的是 比较少的 对 通常都是罚金 就来处理 这样子 还起诉 除非说是有造成刑事责任 就是你已经 很严重了 其实你如果酒册超标 那再也就是跟人发生车祸 有时候 也是会 会走到刑事这个部分 对 刑事这边的话 通常都是还起诉 对 还起诉就 就让他先回去 这样子 所以说 所以很多人会去小看这个后果 他认为说 我超标了 被抓了 即使是我有造势 不管有没有造势 我都是到了地检署之后 很有可能就是 还起诉 缴罚金 对 我就回来了 OK 可是如果你今天 生活比较困顿一点 对啊 所以说 这个部分的话 就要讲到第五个 对 第五个最后一个心理 就是说 他毫不在意啊 他认为说 我已经这么悲惨了 有一些有身怀重症的啦 或者是他需要 喝酒来麻痹自己的 对对对 他觉得说 反正我已经那么悲惨了 我喝酒上路 顶多就是怎么样 就是被惩罚而已啊 反正我进去关也没差 对事情已经觉得很悲观 对 觉得无所谓 对对对 所以这五种心理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看到的酒驾是心理 第二种最多 就是心存侥幸 心存侥幸真的是 真的是很要不得 对 我是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面对酒驾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讲蛮多次 不过我觉得 每次到了这个时间点 还是要跟大家 一再不断的谈 就是因为 就算谈再多次 社会中 还是有很多这种事件发生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只要把 讲越多次 让 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 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啦 对对对 都是很值得的事情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 有侥幸的心态 好 时间关系让电台 进个广告 等会广告过后 再跟我们高雄市警局 前镇分局副分局长 黄元明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家族旅游 员工旅游 公司工厂交通车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 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你的问题 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 观光旅游 工厂交通接驳 各式活动用车 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 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从8人坐小巴 到43人坐游览车 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 平价优惠 全球巴士部专线 07-8319037 8319037 以风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抬着用三文洗手 要掛嘴鞍 打开手要用面杂 也是手筋 把手搅到鞭子扎下去 在这里是用手腕代替 跟别人说话 尽量保持一工修以上 如果稍微有流感的正宗 要马上去有医生化 在家的休息 不要上班不要上苦哦 风地做得好 流感的问题就不用烦恼 以上说过 由一般的关键数提供 这是一个上街快乐的所在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上街 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那我做我很牛很牛时间 每个点是每个人 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 是闻闪门 上上安来这包 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洁 今天很牛当中 邀请到的是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副分局长 黄元明 副座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刚刚我们讲很多 那个酒驾的一些案例 就是跟大家讲 千万不要清存侥幸 那到底喝酒 跟我们人之间 到底会起什么样的反应 有人觉得说 我可能喝一点酒 也还好啊 可是它就是真的会 对人体有一些 直接的反应 对 说真的啦 我们每个人的酒量 真的都不一定 而且看着年龄的增长 那个又会有差距 像我喝一罐啤酒就 棒棒啊 因为我平常是没喝酒的 对啊 所以说我自己本身就 就好几次断片了 哦真的哦 真的啊 断片了 真的 那个在宴会场上 如果你喝的比较多的话 你什么时候上车的 什么时候回到家的 都不晓得 OK 我指的是上车 是被人家载 哦 因为我们都会 请人家来代价 代价 对啊 所以说什么时候上车的 什么时候回到家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啊 所以说好几次断片 真的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说 这个酒精 不要逞强 真的 你不要自视说 你自己的酒量非常的好 真的 你如果真的是勉强开车上路的话 哪一天发生事情真的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说 酒精对于人体的 这个重要的反应有两项 OK 第一个就是视觉的部分 是 视觉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这个案例嘛 中山民权入口的这个驾驶人 他明明就是平常都是等到这个右转灯亮起的时候 他才会右转 结果那一天 他就是因为喝了酒 他那天的酒测只是0.93 0.93 很高 很高耶 真的很高 所以 他右转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 眼睛 视觉的能力变差了 才会导致说 他没有等到右转灯亮起的时候 他就冒然右转 你看卫视剂还是真的是蛮厉害的 他那个浓度很高 0.93 你看0.25已经就触犯了 公共危险 公共危险 他0.93 你看0.93 你看很高 对啊 对 OK 然后 这是视觉的部分 OK 对 视觉的部分嘛 那 接下来就是我们运动 反射神经变差的部分 是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说 我们一个车祸 发生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没有你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是 砂停的距离不够 哦 所以说你才造成这个车祸的发生 对对对 那你运动反射神经变弱的时候 嗯 你往往就会导致说 诶你发 你可能喝完酒之后 你看到诶 前方的车 车辆有车祸 对 那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比较慢 你比较慢踩这个刹车 就会让你的砂停的距离不够 OK 本来是你要500公尺的安全距离 对 结果你 你可能踩下去刹车的时候 你的安全距离只剩下350 是 是 慢一点 对 慢了一点 所以说你就会导致说 哦 车祸 就这样发生了 OK 对 好 那我觉得 每次 跟大家谈酒驾 当然 我觉得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我们每一集 其实不同来宾 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 还有不同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觉得在发生车祸这件事情 大家都不喜欢发生意外嘛 对对对对 可是有时候不小心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车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对对对 如果不小心发生的车祸的话 比如说有时候跟车祸到还是说人跟车祸到有时候也是很难说了 对对对对 可是要怎么样去处理比较妥当来副作跟大家讲一下 对其实刚刚杰哥说的没错 我们车祸发生的时候 我们最怕最怕的就是怎么样 跟一个罪名 最有关联 就是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 一般而言我们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有的时候 当事人都没有意见 对 通常都是 家人 他的亲友 家属 他们会有意见 因为可能当场他们在和解的方面 他们没有得到彼此满意的一个金额 是是 所以说很容易就是 回去之后 家属 他可能会有意见 说 诶 你怎么当场 你这边和解的金额这么少 或者是 你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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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都说还是怎么样 后来再去 这个我们警察单位来做提告 是 所以我们最怕最怕的就是这种现象 哇 所以我们车祸发生的时候 我要拜托各位 听众朋友 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样 我们先拿出我们车上的这个警示的器材 是 我们如果这个地方车速比较快的话 我们把这个器材 要放远一点 车后 在车子后面 摆远一点 对 你大概通常摆50到100公尺 都OK 这个是最安全的 对 避免我们二次车祸 是啊 知道说前面有在处理事情 对 对 我们警察 要怎么知道有车祸 就是要拜托我们的民众 在现场的时候 摆好这个器材之后 赶快 我们跟 我们双方赶快到安全的地方 去打 拨打110 是 请我们的警方来现场做测会 OK 我们不只做测会 我们也有 会做交管的同仁 是 会维持现场的一个安全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重点就是 我们的同仁到现场 做测会之后 对 这个部分 而且做完现场的 相关的谈话笔录 嗯哼 我们这个车祸 双方的赔偿才会有保障 是 才不会有构成 肇事逃遗的部分嘛 没错 如果你没有警方来做处理的话 没有留下双方的一些 联络资讯的话 对 很有可能会被人家告召他 像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我很赶时间 我就要干净 要去当地 有时候觉得说 可能是板金刮到啊 还是什么地方毁损 也不是很严重 反正我们两台车 都有毁损 我们就 大地 大地处理大地的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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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现场讲一讲 就说好 那我们赶快就离开 对 可是 像有新闻就 也常有这样子的新闻 就说 后来又有警察打来说 你刚刚是不是在哪里 跟人家发生社会 那个有人告你兆讨哦 对对对 这个案件很多 常有这样子的啊 我只能说人心不鼓啊 对啊 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也会用算计的方式 你还是要保护自己 当然这个不可避免啦 对对 那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样 我们当场如果要和解的话 我们车上如果有 背有这个和解书 嗯 这个文书的部分 白纸黑字 那个是最好的 对 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背这个啦 对啊 谁想要把一个和解书在车上 不可能 所以说 在赵逃的这个要件上面的话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警方要到场帮你们留下双方的资料 对 帮你们处理车祸 双方你们要联络的时候 才能够联络得上 是 所以说 这边哦 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如果发生车祸的话 要避免赵逃 你还是要请警察来处理 对对对 所以就算要和解 也是请警察到现场 写一个写一个笔录 做一个证 对 我们这边处理完之后 如果你们要当场和解 我们会请双方到我们的派出所 嗯 或者是交通分队 我们那边都会有一些 一些范例 哦 有和解单 有和解书吗 对就是 会 会帮你们练下来 OK 这个部分我们帮大家服务这样子 是是是 就是不要 现场自己讲 你讲就算了 不要自己讲 因为自己讲的话是没有保障的 对 就是没有保障 多一层保障比较好了 好来 那现在即将放寒假了 杨姐听很多小朋友说 星期三就节夜市了 对 没错 就放寒假了 那孩子们 青少年在寒假当中 有没有要跟大家提醒的 哇 那最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无照驾驶 哦 对 不要无照驾驶 现在无照驾驶的状况太多了 OK 即使你有照 你有驾驶 其实也要小心 是 就举我们这个 我们12月发生的那个两个年轻人 在我们的凯旋瑞田路口这边发生车祸 相信很多听众都有 看到新闻 都有印象 然后这个案子是这样子啦 记者他们去采访是 骑士他是某个大学的篮球队的队长 然后后座的这个女生 他是他的女朋友 那刚好那一天晚上大概6点多的时候 他就沿着我们的凯旋路 对 由东往西嘛 可能他那个形象是要往 往那个青年夜市去了 是 那通常我们在凯旋瑞田街口 那边是 有代转区 OK 我们那边都有代转区 而且有那个logo 那个都没有问题 是 那 他要左转 从凯旋转转瑞田的时候 他没有做这个两段是左转的一个 准确的动作啦 他等于就是 他有稍微停一下 对 但是他停的地方是在快车道 哦 他不是在 代转区 不是在慢车道的代转区 OK 所以说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 往后看的时候 后方的车辆已经反应不及了 哦 就直接 撞上去 是 所以他们滑行的很远 嗯嗯嗯嗯 那当场我们 这个 这个乘客跟驾驶 对 送一之后就是都 对 宣告不至 OK 所以这个案例 我要跟大家报告说 嗯嗯嗯 当然有很多机车路线团体 他们认为说 嗯嗯嗯 到底要不要两段是左转 这个是很有争议 争议 但是我们在法令 还有现场的状况 还没有更改之前 嗯嗯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两段是左转 会比较安全 因为有的路口那个危险性 你很难预估 尤其是 嗯 有中央分隔岛的 快慢车道分隔岛的 因为它有一些视线上面 它會擋住快車道的車輛 另外就是我們這一個車禍裡面 其實自小客車它的車速可能也比較快一點 如果它的車速不要那麼快的話 其實撞擊的力道就不會那麼嚴重 是啊 其實每個車禍案件 大家都希望不要有任何傷亡 那希望大家在於我們的用路上面 真的要特別小心 那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覺得還是請我們的副作跟大家提醒一下 春節即將到來 我們聽眾朋友要特別預防 我們在居家上面 還是說我們平常該注意的地方 好 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的 那春節期間 我們有七天的連假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這個竊案的房子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 轄區比較常會發生的竊案 就是這個機車 機車失竊的部分 那我要提醒 我們我們的聽眾朋友 通常我們都會掉以輕輕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在於說 我們可能短暫去買個東西 我們的鑰匙都不拔 哦 你覺得說我去買一個東西 馬上就要出來啊 這個是買東西哦 有的甚至連熄火都不熄火 對 有的是忘記啊 有的是忘記 有的是 習慣了 他可能想說 這個不會找到他的車啦 這些偷兒不會去找他的車 所以 我們只要停好這個摩托車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鑰匙就要拔 對 這一定要注意 另外就是我們停車的地方 最好是有監視器的地方 或者是有那種收費員 會幫你管理的那個停車場 比較安全 這個部分會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就是我們機車的隱密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加裝暗鎖 哦 這四點要提醒大家 機車不要失竊的好方法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失竊的部分就是 你讓這個竊賊越麻煩 對 他就不會去找你的車偷啦 對 所以 居家也是嘛 對 你只要讓這個竊賊哦 擔心三個部分 對 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是 增加他的行竊困難度嘛 對 第二個就是 時間 越拉越差 越拉越差 他就會怕 對 第三個就是怎麼樣 他會去評估這個風險性 對 監視器就是風險性 哦 是啊 對啊 所以加雙鎖 加那個大數 也是風險性啊 對 所以說 這三個困難度 時間性 還有風險性 這三個增加的話 就會讓竊賊無從下手 也不會想要偷你的車 因為太麻煩了 對 OK 好 最後一分鐘哦 副作跟大家做最後補充 好 那 過年期間哦 前陣分局這邊一樣 有提供 我們民眾 如果萬一你有領 比較多 比較大量的 金錢 這個鈔票的時候 金錢的時候 我們有提供護照的服務 嗯 那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希望在治安跟交通的部分 都能夠帶給我們各位聽眾朋友 最好的服務 是 那 因為今年是牛年啦 對 我們這邊前陣分局預述各位聽眾朋友 牛年行大運 新春快樂 扭轉乾坤 是 奔向幸福 好 謝謝大家 好棒哦 那 真的在春節前夕 跟大家來一起分享很多的案例 其實今天還有很多的案例 還有機會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平常日常生活當中 還是一樣要遵守我們的交通規則 還有我們在用路上面特別注意到我們的用路安全 希望大家能夠平安幸福過一個好的金牛年 好今天非常感謝高雄市警局前任分局副分局長黃淵明 謝謝副作 好謝謝大家 謝謝下次見囉 掰掰